根据网友增车获得相关报道 一会儿的台湾新闻还有进一步的报告 另外 根据一份最新报告 在洛杉矶地区有至少2200位流浪汉露宿街头 即使握有联邦政府所发放的租屋凭证 他们也无法租到合适的住处 根据了解 目前洛市及洛县估计 有超过3万5千人露宿在街边 巷弄 寒动或河床 在政府拨款18亿7千万用于建造住房项目 好让流浪汉能有栖身之所的计划还未完善之前 现在只能采用补助私人房东 好让他们租给流浪汉居住的做法 但补助款与逐渐高涨的租金相比 差距越来越大 即使政府提供一些优惠条件 还是让屋主担心 一旦租给流浪汉会有一些麻烦 因此效果不如预期